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我不会 我会吗 美国老会 苏联老大哥也会 可是他们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1955年1月18日 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一江山岛 得知消息的美国老们坐不住了 准备采取枪硬手段 对中国几个战略城市实施核打击 面对这一威胁 毛主席当机力端 中国人必须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很快接到任务的教士们被送到了一片荒谬的大漠 他们不知道具体的任务 也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 只口口相传着一句话 而早在教士们到来之前 总指挥冯石将军已经来考察过了 这里距离东黄莫高窟只有一百多公里 一旦在这开展核试验 势必会回到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但试验地址是苏联专家选定的 并且已经获得了上级的批准 为此 冯石提出这里的场地太小 造不出那千万吨级的核弹 苏联专家却说道 我们有清淡就足够了 完全可以保护你们 你们没有必要造千万吨级的 而冯石只是淡淡地回答 爹有娘有 不如自己有 可上级却因此犯了难 专家组明天就要随他回北京了 我们自己选 小西 在罗布泊找 罗布泊那是黄沙毕日荒无人烟 连小动物都不敢靠近 这正是进行核实验的最佳场所 但也正因为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 教士们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他们的不断深入 队伍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很多战士都倒在了这遮天毕日的黄沙里 剩下的人只能凭借着信念继续向前 这天 他们艰难地爬上一个高坡 眼前的一幕让冯石不见怀疑自己的眼睛 战士们发疯般的冲向湖泊 历时半年 多少的艰难困苦 他们终于找到了这王生命之权 他们用战友的遗物立了一个衣冠状 朝天鸣枪为他们送死 随着木桩应声供下 这里正式被确立为何试掩基地 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 现在 中央军委只是 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 我们 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 搞出 我们中国自己的 原子弹 就在这一声声豪实的耗子下 实验基地正紧锣密鼓的建设者 而北京这边也没有闲着 一大堆核物理专家的资料被仔细审阅着 这其中一个叫陆光达的男人 屡历极为耀眼 他就读于世界顶尖的麻省理工学院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博士毕业后就毅然选择回来报校祖国 可他的妻子家庭背景有些敏感 首长找到他谈话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还明白 陆光达只是点点头 他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正当所有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 不料风云突变 1959年6月 苏联突然单方面中断协议 并撤走了所有专家 不仅如此 临走前 他们还不忘把剩下的图纸一一烧毁 在他们走后 一个拿着木棍的手 冒着灼烧之痛 把残存的图纸抢救了出来 他正是科学家老李 他们把捡到的图纸一一拼好 可看到这一幕的苏联专家却道 这一刻 你们用计算器 也要算两年 没有意义 苏联人走了 我们就自己干 美国人用了六年时间 英国人用了五年 苏联人用了八年 而我们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且计算机只有一台 根本不够用 但陆光达说道 就是用算盘打 从此研究院内的算盘声不绝于耳 打算盘的手 更是一刻也不曾停歇 旁边的小战士好奇地问道 饿了就吃口旁边的馒头 馒头大汉也顾不得去擦 可反复印算五次的结果 却失踪和苏联人的不一样 这时陆光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他冲回家查询资料 妻子想给他送一杯咖啡 却被旁边的小战士一把拦住 毕竟这是最高机灭 容不得半点闪失 就在他出生之际 陆光达猛的一拍桌子 果然是苏联人错了 可理论有了重大突破 首长指派他为总工 前往基地指导测试系统的建设 冲时带领将士们假导欢迎 可光达才刚到工地检查 就发现了问题 他质问将士们 为什么用盐碱水搅拌混离腿 这时冲时也来到了现场 表示这是自己同意的 我们喝的就是这种 又苦又闲的水 到哪去弄那么多 不太严谨的事 人喝了这种水大不了拉座 但用在原子弹测试工程 这坚决不行 把今天施工的建筑 全都拆除 冲时没有办法 只能命令下去全部反攻 不放高 把所有的车都调动起来 饿了 在车上吃 困了 在车上睡 人歇 车不能歇 为了工程的尽快开展 所有卡车集体出动 昼夜不歇的往返几百公里 从陈镇取回所需要的淡水 可陆光达还不满意 他提出要替换掉全部犯错的队伍 你是对的 你能这么做 我不能 我冲时是带兵打仗的人 我了解这些战士 对原子弹的感情 他们不比我们差 这个结果眼上 你要撤掉他们 等于往他们心里捅刀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 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实验场 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 他们同样在努力地工作着 他们演算的稿纸 可以铺满整个萝卜泊 但是他们一个数据都不能错 错就造不出原子弹 正当逢时无言以对之计 一见风吹开了指挥式的大门 战士们临着与站在门外 为首的军官恳请他们撤掉自己的职务 但务必要让团里的兄弟们留下 其他的战士们不知道如何表达 只能齐声喊出那句烂熟于心的口号 严肃地监 充断地监 陆光达只是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他没有说话 只是快步走过去 扶起了即将倒下的英雄团旗帜 战士们则心领神会 又快速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晚上光达找到冯石聊天 说起了当初留学时的经历 两人一笑敏恩仇 冯石明白眼前的这个男人 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是一类人 1961年夏天 原子弹爆红实验成功 预示着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又进了一步 可这时的国际形势却不容乐观 美国决心把中国的核工业扼杀在摇篮里 为此中央决定 1964年底 必须引爆第一颗原子弹 回到基地的陆光达 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冯石 盼了这么就终于盼来了 他高兴的让手下去准备吃的庆祝 可此时正值三年灾害时期 铁路被洪水通断 调望基地的粮食也被堵在了河西走廊一带 为了让知识分子有饭吃 逢时召开会议做出了决定 在现有的条件下 要全力的保障知识分子 有一粒粮 要让出一粒 没有粮 让菜 没有菜 让树皮 让树叶 必须的保障知识分子 只要有一口吃的东西 也要保障他们 同意这个决定的请举手 众人纷纷举起了手 陆光达出第一个站出来拒绝 他表示不仅他自己不会同意 所有在座的同行们也都不会同意 战士们的辛苦他们都看在眼里 大家都是平等的 有粮大家一起吃 没粮大家一起扛 粮食很快就被吃光了 他们只能用树叶煮汤冲击 而粮车还要三天才能到达 这三天要怎么熬 陆光达给出了他的答案 人是需要精神的 炎炎烈日下 战士们唱起了那首嘹亮的军歌 夜幕降临 基地里又放弃了经典电影《上干领》 众人都看得目不转睛 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 他们不禁也跟着哼唱起来 有些人看着看着就湿了眼眶 是啊 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下 在这片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里 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呢 他们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粮食 但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困难 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就要欺负你 让你啊 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 去你妈 就是厌不下这口气 就在刚刚一场暴雨袭来 为了保护科研设备 他们必须立马把设备转移 部队的人手不够 那就知识分子顶上 忙碌中的陆光达不经意间回头 却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那是他的妻子 自从接下这个任务 他从此隐姓埋名 跟家里切断了所有联系 妻子甚至不知道他的死祸 他不顾一切的冲向他 这个次生他最亏欠的女人 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但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1964年4月 原子弹核心部件秘密运往罗布泊 陆光达与冯时握手告别 准备返金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可他才刚下飞机就出了大事 在机场上偶遇了曾经的同窗夏世忠 与陆光达不同 夏世忠毕业后留在了美国 此时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 多年未见 两人热情的拥抱 但这一切都被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拍了下来 而这件事带来的后果 很快就得到了体现 灰医生的机密文件刚要传到他手上 就被手掌一把拦了下来 他被包秘局要求不得离开北京 在家等待通知 还让他交出了保险柜的钥匙 回到家的陆光达怒不可遏 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脱了脏爽 自己的清白事想 可担不了原子弹谁来负责 与此同时 调查人员成专机敢网罗不破 陆光达的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 晚上逢时来到他的房间 在他的心中 早已将陆光达视为最亲密的战友 看着满屋的狼藉 此刻他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他就赶到了北京 见到老首长后 他只有一句话 纵使心里万般不甘 但军令如山 他也不得不服从 其实老首长要何尝不关心陆光达的情况 他考虑再三 还是拨通了上级的电话 这边逢时刚登上返程的飞机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许久未见的陆光达 这一刻他终于开心的笑了 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1964年10月15日22点 原子弹吊装上塔 10月16日7点30分 安装人员全部撤离 换上防护服的战士们 快步的冲进发射塔内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成败再次一举 战士们坐在沙地上翘首以待 有人仔细地擦拭着镜片 有人双手支不住地冒汗 这由不得他们不紧张 咱们整个一个国家 将近十年的努力 耗费几十万人的心血 就为了这一刻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美丽的蘑菇云横空出世 我们爱好和平 但我们更不惧怕战争 这一刻 东方的巨龙睁开了眼睛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再也不惧那列强的恐吓与威胁 哪来的什么岁月尽好 不过是先链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就算我们没有机会效仿先链 但起码应该铭记这段历史 此生无悔入华下 来世还做中国人